怕冷的大恐龙 新年清晨,一只大恐龙来到了城里 城里正下着雪,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城里真好,我早该来看看了 恐龙一边慢吞吞地走着,一边参观街道两旁的建筑 走到剧场附近时,恐龙打了两个大喷嚏 它嘟囔着,看来我有点伤风了,该到哪儿去暖和一下呢 一个小姑娘发现了恐龙,它推开了窗户喊道 我家有暖气,进屋来暖和一会儿吧 小姑娘的家在六楼 恐龙伸长脖子,把脑袋探进屋里 可是脑袋进去了,身子却露在外面 不行,这样一来,我觉得好像更冷了 恐龙说,谢谢,我得赶紧走了 走到邮局门口时,恐龙都快冻僵了 它不停地打着喷嚏,一位老爷爷问恐龙 天这么冷,你要到哪里去啊 恐龙说,你要到哪里去啊 一位老奶奶摸着恐龙冰冷的下巴说 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恐龙说,有位医生提醒大家 恐龙冻糊涂了,再不赶紧想办法 它会冻死的 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脱下自己的棉大衣 盖住了恐龙的脚趾头 于是,人们纷纷拿来棉衣,棉被 披在恐龙的背上 恐龙的背上不冷了 可是肚子下面还冷 清洁工想出了好办法 它们在恐龙肚子附近点了一堆篝火 木柴噼里啪啦地响着 火苗呼呼地翻腾着 恐龙的肚子不冷了 可是它觉得身体里还冷 哇,身体里面冷,这该怎么办 我倒有个主意 一位工人拿来一瓶白酒 对恐龙说 来,喝一瓶,马上就热火 可惜,恐龙不会喝酒 刚喝了一口 就呛得连声咳嗽 还落出了眼泪 真没办法 城里人都发愁了 这时,正巧幼儿园的老师 领着小朋友们从这儿经过 小朋友们看见恐龙动得直打哆嗦 就说 大恐龙,别怕冷 天越冷越得活动 咱们来玩跳绳吧 跳绳真好玩 恐龙丢掉了棉衣,棉被 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起来 咚,咚,大恐龙蹦得高 落得重 镇的附近的楼房摇摇晃晃 就像发生了地震一样 现在,恐龙一点也不冷了 瞧,他的脑门上都冒汗了